今天解报的单位 黄昌营造大陆工程 我们各位里长 我看有两位里长 曾里长跟蔡里长 你们的位置在这边 这边有贴你们的名字 你们怎么坐到那么后面去 还有很多的邻居 相亲 可能因为是放假的关系 我发现我来了几次 我们相关的说明会 今天的人数比较少 当然也可能是 前几次冲突比较大 大家意见比较多 所以来得很踊跃 现在慢慢慢慢 大家比较了解这个工程了 那也办过很多次说明会 现在到了环平阶段 所以大家也比较放心 不过虽然今天来的人比较少 不过我相信来的人都是特别关心 像刚刚之前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好几位邻居都分别跟我提供了不同的意见 有人说他们过去每一场都来 都做了发言 可是市府没有针对他们发言做任何记录跟回应 那也有人提到说是不是借这个机会把整体周边的都市计划也重新做一些改变 那有一些部分我觉得可能马上要改善 比如说有人提到说他们过去的发言大家都没有记录也没有回应 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做的确实一点 那还有就是说要借这个案子把整体的周边的这个都市发展 一起来做一个改变 我是觉得可能有点来不及 那因为我们市政府在新一计划区做通盘检讨这个案子也已经规划了 那么能不能够就是说 大便车在这个案子中赶快把周边做个改变 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案子 我觉得可以再讨论 那么今天其实主要是讲到环品 所以刚刚我听到的简报 我如果没有理解错是两个营造公司合在一起简报吗 还是待会大陆工程还要再做一个你们的简报 今天是施工前的环境影响简报 那是两标一起 两标一起做 所以讲大家公司同一个版本是不是 是的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将来是关系到大家 在这个施工的两三年期间 一方面是整个环境的问题 二方面是我们社区当中 会不会受到这个施工的干扰 包括空污 包括噪音 包括交通 包括很多方面 这个就是要听听大家的意见 否则的话 我们为了这个公宅 使得这两三年 周边的居民变成受害者 这也不是我们乐见的 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听取这个环品报告 同时提供意见 如果这个意见 这个环品报告跟大家的意见 又获得了一个整合 最后通过的话 我们也要监督 它有没有确实执行 比方刚刚做的规划 说了这个要做什么 那个要做什么 到时候有没有真的这样执行 我们也要去做一些监督 那我想议员呢 跟大家一样都是邻居 我们也会站在邻居的立场 好好的做好一个监督的工作 也做一个沟通的平台 那我想几位里长很辛苦 尤其我们本地的蔡里长 这是他们这个领上最重要的一个案子 每一次也都来 非常辛苦 那也谢谢我们这个 关心的各位邻居们 大家对这个议题的关注 也祝大家今天晚上的这个简报 都能够有最好的沟通 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那我们请主席 感谢各位 这个